哈喽,我们开了4个多小时,现在到Sawana了 这次我们住Airbnb,我们住一个独立的房间 然后这是我们的床在这边,然后有个独立的卫生间 在这边休整一下,一会儿出去附近找个地方先吃饭吧 我们准备待会儿去吃这家,叫Alligator Soul 它是这样下室的,在地下室的 这个叫Alligator Soul Restaurant Saw Food,Saw Food是美国的一种南方菜 我们刚刚点完菜,在Alligator Soul里面 点了一个前菜,主菜的话点了一个海鲜乱炖锅 然后还有我点了一个今天特别的菜 是烤的,像牛排一样烤的袋鼠肉 大家到时候上来看一眼吧 这是我们上的第一道芹菜 然后这是除了枫糖浆的,甜的烤鳄鱼肉 然后这个是烤猪骨 这是一些各种各样的起司啊,坚果啊 还有一些酱瓜 腌的,腌的pickle吧 腌的一些蔬菜 腌的一些蔬菜 还有一些橄榄什么的 还有一个honey corn,葷桃 对,我们家庭的吃 然后这里还有一些黄芥末酱 它完全吃不出是饿鱼肉 这个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酸味 就很香的那种烤肉 吃起来有点像烤猪肉那种 烤的蜜烤的那种猪肉苦的那种感觉 弄一点 苦水 那我就弄咸口的好吧 拿个这个吧 这个小番茄 说实话 已经没有什么骨髓的味道了 就全是那个小番茄的味道 还蛮好吃的 我加点这个山羊奶的起司 然后呢,我喜欢吃这个坚果 那要加半块这个鱼肉 鱼肉好脆啊 算,加一块吧 我再加点骨髓 撒一点点的Master 就是我做的下面是起司 然后是鱼肉 然后是骨髓和黄芥末 还有中间还有一块核桃 嗯 自己是自己的味 不过这么吃到挺好玩的 第一次吃 有,我常常你都吃到起司的味 然后鱼肉的味 骨髓基本上没有味 嗯 你眉毛是脆的 然后果干的味道我没吃出来 芥末有啥巧戏 嗯,还行吧 挺好玩的 没吃过 这是我的 蛋薯肉 然后还有烤的 鳄鱼 跟刚才那个前菜里面的鳄鱼是一样的 这个叫海鲜 Gumbo 这是虾 这是 青蛙腿 炸的青蛙腿 有小龙虾 第一口献给我最爱的小龙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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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上次我们在 一样的味道是吧 一样的味道是吧 就是那个 鱼的味道 差大不多 它的虾有点轻 那不太近 尝尝青蛙腿它怎么出 我好奇外国人做青蛙腿怎么做 烤的 烤的 嗯 没有什么怪味啊 没有怪味的 好 我尝尝我的 这只有一串 这个Alligator的肉 嗯 这个尝过了 先尝尝别的吧 这是 袋鼠肉 有服务员说跟牛排很像 其实不像 袋鼠肉更有弹性 它有点像 牛肉干的口感 它外面的调味也是 带一点辣 带一点甜甜的 它这个肉 很弹 嗯 你看 我不知道能够对焦对上 它这个 纤维很粗很粗 能吃出来不是牛肉 能吃出来不是牛肉 但是 嗯 没有什么怪味道 味道不错 很嫩 挺好吃 吃吃吃吧 这是我们点的 橙子 和巧克力蛋糕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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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聚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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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泥墙 我们在这个地下室 然后那边是吧台人 到了夜晚的Sawana 现在好像New York style的北京风景 这边是我们 围巾围巾 Airbnb出来之后的样子 Sawana的树很多 所有的小区小街区 到处都是树 我们现在准备出门吃早饭了 哈喽 我们现在走去吃早饭 叫Foxy Loxy 一家长得很好看的早饭店 到了 Foxy Loxy 咖啡 这边这家店旁边还有漂亮的楼 换一家 现在吃这家 Blue Door 咖啡和 Waffle 感觉是个很 Apster的一家店 这边的房子 都蛮好看的 蛮好看的 咖啡 这边人 肉丝 又有点 宝贝 咖啡 我们刚逛完这两个博物馆 然后这个是一个艺术博物馆 它叫Telfair Academy 它原来是一个好像是美国南方第一个艺术学院 然后它现在已经是Telfair这个人成立的 然后它现在已经是变成一个博物馆 然后里面陈列着一些Telfair 它自己收藏的还有它喜欢的一些雕塑油画一类的东西 都是因为里面不让摄像 所以我们就拍了拍照 到时候可以再看点照片 然后这里面比较有名的 比如说有一些很大的那种油画 很漂亮的那种油画 还有一个最有名的是一个捧着两个碗的女孩 那个碗上两个碗的女孩 它原来是在一个墓地里面 然后那个墓地因为一本书叫 《午夜善恶花园》成名的一本书 然后呢就这个 这个女孩 然后她因为要保护 它原来是一个墓碑上的一个雕塑 为了保护这个雕塑 因为太有名了 老好多人去看 为了保护它把它借给这个博物馆了 然后现在里面展出 我们之前还去了这个博物馆 这个是一个更为现代的一个博物馆 那先过把路吧 这个比较现代的博物馆呢 叫Jabson Center 它也是 它就是你一买票就买三个博物馆的票 买一个这个Jabson Center 买一个这个Telfair Academy 还有一个叫Owen's and Thomas的一个House 然后那个Owen's Thomas House是要预约 所以我们今天没法去 可能明天会去 那今天我们去了这个Jabson Center 它是一个现代艺术馆 然后有三层 其实都很小 每层都很小 还是有些互动艺术啊 有些影像艺术 然后我们可以在后面贴点照片 贴点视频在这边 那里面一样也是不让拍照 所以不让摄像 所以我们这样 那这边有马车 这是两匹马的 大的马车 这个博物馆就很漂亮很现代 有东西很好看 就是艺术品都有点难懂 比较的抽象 这边好多这样子的小花园 它每隔一段路 就有一个这样子方块型的小花园 小花园还挺好看的 但是而且这个城市就是一种 很有艺术气息的城市 很有艺术气息的城市 就有一个通病 就是流浪汉比较多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在这边看到好多流浪汉 我们又到了一个公园 一个街心公园 看这边 一小方块一小方块的街心公园 可能因为这间是St Patrick Day 这个喷泉 你看 是绿色的 相机拍拍不太清楚 但是肉眼看的话会更绿一点 这边的树 遮天蔽日的 都蛮好看的 他说这个解说在说 每过两个街区就会有一个广场 一共有24个广场 这边可以看到这个金顶 他说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有24个 在一个平方英里里有24个公园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我们Christ Church Christ Church 感觉像罗马的那个万神殿一样的 我们现在要去粉房子 这是Restaurant and Tarvin 这是餐厅和旅店 酒馆 看来这边有灯房子 看来这种灯块 这是灯块 这个摄影主要余约不上的 这边有灯块 这是灯块 问了一下那边的酒保 居然就给我们找到了座位 本来在外面排队可能要排至少两个小时 这家店除了吃饭以外 室内的装潢也是很有特点的 因为它曾经被用作英式下午茶的一个聚会场所 我们准备点菜了 还有5点是不一样的menu 我们现在在old pink house 窗边的一个座位 然后现在是4点50 我们已经点好了我们的前菜 主菜都已经点好了 就准备上了 这是椰子米饭的寿司 然后里面有鲜鱼酱酱油 然后下面是黄芥末酱 外面是炸的那种紫菜 然后有些上面是这个pickle 里面还有一些蟹肉酱一样的东西 它这米饭比一般的寿司米饭要软很多 估计是因为泡过椰子嘴的感觉 所以很软很细腻 而且其实它主要的味道 就是由芥末酱和鰂鱼酱提供的 就是炸芥末酱加鰂鱼酱 和有一点点椰子味 然后外面是脆的紫菜 在一起 口感层层丰富的 然后味道也还可以 这是烤生蚝 然后上面有一些烤的梨 还有一种pigeon 有点像pigeon的那种调料味 肉很嫩 而且也很新鲜 一点腥味都没有 别的地方的烤生蚝 我很容易会吃到那种海腥味 这个就没有 然后它还有一点 你还能吃到一点点海水的味道 而且它的肉质也很Q弹 然后应该是挺新鲜的oiccer 配上梨它是一个酸甜口的 所以很清爽 这是个很神奇的口感 有的配的是西瓜 有的是哈拉皮尿 有的是哈拉皮尿 然后有的是西瓜 对 这个应该就是西瓜吧 然后这个是梨 看到吗 这是哈拉皮尿 它每个都不一样的 讲的 对 很好吃 我们尝尝这个蟹肉浓汤 看着感觉像那种普通的鸡肉浓汤一样 就拿粉的冲的 尝尝那种去铃 吃起来比那种的少了点咸味 然后稍微有点酸味 然后里面是大块的蟹肉 我平时不怎么吃螃蟹 但是还行嘛 这个是烤的 舌头 瑶柱 瑶柱 对 瑶柱 尝一个 看到吗 它很嫩 它很嫩 然后呢 有一点点Q弹 还有一点点奶香 是那种黄油味的 有一点点的海鲜的那种鲜咸味 酱的 就咸的黄油酱 这一盘的炸龙虾尾60刀 两个大龙虾尾 我先点了个这个 然后在蓝蓝蓝尾配这个酱 然后这个是豆子的酱 然后这个是黄油培根的土豆泥 美国南方菜好多都是炸海鲜为主的 我先尝尝这个酱和龙虾尾一起吧 空口吃我觉得应该没什么意思 这个酱很有芥末的 然后酸酸的咸咸的酱 还可以 我觉得它快跑上去就有点解腻 我觉得还是要单吃一下 吃下它外面的酥皮和里面的龙虾肉 中规中矩 我觉得就跟在一般的那种南方的海鲜店里面 吃着炸海鲜的酥皮差不多 但稍微好吃一点点 它里面有更香的一点味道 其实龙虾肉不应该是那种甜的鲜甜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么做的话有点尝不太出来 不过我觉得这是在一般别的地方 不太容易吃到的一种吃法 所以整体来说感觉还是不错 吃到一半 我们把给你展示一下龙虾 这个龙虾这么大 然后 但是这边都切掉了 我们想文明的吃 这边切掉之后 像这个最后还剩一点点 没办法 只能把它啃着吃了 这好吃 把这个掰开看 你还好 很酥碎 其实你说实话 这么吃 有点像buttersly吃 就是那种中餐馆很便宜的那种 很普通的那种 就是炸蝴蝶虾 对 蝴蝶虾 买这么大的龙虾 直接双脑的啃上一口 这么吃 感觉跟天下来是不一样 因为你这么一口咬下去的时候 它里面是热的 而且里面是热的 而且里面是那种 有汁水的 有湿度的 水笔直接切下来吃的好吃 给你们看看红尖面 是好吃的 就有点浪费龙虾食材 我们最后一个甜品 好好看 很惊艳 这个样子 有各种各的水果 然后里面是vanilla的ice cream 还专门写的是vanilla bean的ice cream 香草豆的ice cream 所以里面估计会有一些颗粒感 大家尝一下吧 挺好吃的 这冰淇淋很好吃 就是很细很嫩的那种冰淇淋 不是那种很硬很僵的冰淇淋 是很细很嫩的冰淇淋 然后我再换个吃法 把外面的糖衣 把糖衣裹在上面 然后上面放一个黑莓 放一个黑莓 感觉像那种 小圣诞 毕竟那个雪疤 就像圣诞那种感觉 很好吃 水果特别的甜 像糖漬锅一样 但我们之前是不是糖漬过的 大家可以空口吃一下 我空口尝一下 它不是糖漬 它真的就是脆脆甜的 可能正好是这些梅子的季节 所以很好吃 很好吃 这冰淇淋 现在在萨娃娜的靠近河边的一条街上 因为萨娃娜以前是一个运河 入海口吧 所以有很多的港口 然后还有很多的那种贸易 所以这边还有很多的跟贸易有关系的楼 音频道 下去吧 可以下去 这边其实马适合拍照 这是之前说 可以去逛一下那个船 这边好看 也是 久不见了 亏 這邊是大橋 然後散望到對面去 这好长的一家车 庆祝Saint Passion Day的东西 它这个港口边是一个立体的结构 最上边是一条大马路走车的 就像这边一样 是最上面的一条大马路 然后呢 它往下走 像从这种地方下去之后 就会是一条中间的马路 还没有到河边 再往下走 再到这个镜头 现在能拍到那个河的那边 那条船的那里 那是一条白色的船 到那里 就是最靠近河边的一条 我们今天今天我们的行程是参加一个就带我们到处吃的一个旅行团 然后我们在Savani就是会有一个导游带着我们到每一个他们招牌的或者是比较标志性的一些食物的店然后去吃饭 这个是当地的一个叫Zunzi的一个小餐馆 然后它的比较著名的是一些三明治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一款是一款鸡肉三明治 这个鸡肉三明治 它说是被杂志 被两个杂志评为 乔治亚州最好吃的三明治 然后而且之前参加过全国全美的比赛 说是全美第二的 它是第二名 它拿了第二名的三明治 它里面是鸡胸肉 然后还有它自己的那个Zunzi的那个专门的一个酱 它的酱有点酸还行嘛 就是比较普通的美国三明治 我们现在第一家店吃完了 然后准备去走去第二家店 就这家Parker's Market 什么都卖 它就这家店的南方菜很好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熟食炸鸡 酒水啊饮料啊什么之类的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菜 是Pork Chop 原来是炸的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我以为是炒烤的 它是炸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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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特色 除了食物简单和这个 Stylephone的这个Cup之外 就是拿手吃 你尝一下 我去看看 只有几个 嗯 就炸肚子吧 酱还行吧 不要解密 我们现在吃完了第二家 这家加油站 美国 这美国真的是荒漠 美食荒漠 这个当地特色美食里面 居然有一个是加油站 这个便利店美食 而且是台湾说是当地最豪华的 最豪华的一个加油站 这个便利店 给大家看一眼 就是这个 再看一眼 在我们走之前 这是中间的一个 中间的一站 它是Savanna的老的电影院 原来阿甘正传是 其中有很多景 在Savanna拍的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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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anna当地的人还参演了一些 然后最著名的那个 Faceband等 阿甘等 车的那个椅子 就是在这个 Savanna的电影院门口的这个 场椅上拍的 现在这个场椅在Savanna的游客中心 陈面 这边就是拍Forestgum 阿甘正传的那个小广场 阿甘正传就是在这个广场的前面 在这个侧侧的下面 他们放了一个道具的长椅 在那个道具的长椅上拍的那个 Life is Buck of Chocolate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 永远不知道下一颗吃什么味道的 那一个经典的场景 还有一个经典的场景 就是阿甘正传的开头 会有一个羽毛 从一个教堂的房顶落下来 那个场景就是在这个教堂拍的 这个教堂是这个Savanna 最高的一个教堂 1月17号会有一个圣帕特里克节的游行 然后他们把这边公园的 所有的小小树苗全都挡起来了 说那个因为圣帕特里克节 是一个美国人喝 基本上是美国人喝酒 那么一个节日 就是怕大家喝多了 然后到处躺 然后把这些小树苗给压坏 这个是Savanna的创世 Ball Street 导柔说这个Ball Street 就是Savanna最主要的一条街 Ball Street往西就是Savanna的西边 往东就是Savanna的东边 这是我们的第三家店 叫Mint to be Mojito 然后是一家喝莫吉托的店 然后里面有一些南美的食物 Mint to be Mojito 炸的饺子一样的东西 但这家店不是用炸的 是用烤的 好 再尝一下 这是那个Sauce 我先尝一下没有Sauce 我还要不要小吃南美的食物 里面有鸡肉有起司 然后里面有一些很香的一些香链 中国的导游会带你去强行逛礼品店 原来美国的导游也会 他现在到了这家公司的gift shop 礼品店 然后把我们带过来买东西 这边的小房子很好玩 还有一个小楼梯 像个平行的小楼梯 这是我们去的第四家店 Java Brito Company 就是吃墨西哥卷饼的地方 上面是Coffee Shop 然后下面是吃南美菜的地方 好 给我做吧 今天吃的是这个南美的Soft Gel 他说这边都是用Sawada当地的蔬菜 还有肉做的 里面是牛肉 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 看着像普通的tago 尝一下好不好吃 里面的味道很复杂 有水果的香味 因为它有桃子的Salsa Salsa酱 然后牛肉 然后有很大一块 甜甜的 然后水汪汪的一个东西 但是挺简厉的 整体来说算比较偏清淡 味道还可以 跟平时吃到的它和不太一样 它里面那种咸味 香料没有那么多 都是一些很单纯的菜啊 水果啊的这些香味 不错 倒数第二家店 就是一家卖蜂蜜和蜂蜜 相关的东西的一家店 就是一家感觉繁华四季的一家店 每天都吃饭 都吃饭 I have wet wipes, just let me know You are going to get 10% off of everything that we make So all of our capital B products So our honeys, our honeys This is one of my favorites I like this on any breakfast foods I drizzle this on goat cheese Huntry bread So if you get home and you're like I don't think this is right It is right, this is what it smells like Bake ice cream Chocolate Coca 这是我们最后一家 其实不是一家店 是我们的导游已经取好了 是这家Leopard 的冰淇淋 接下来我们就去到了 Owen and Thomas House 之前在套票里带的第三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不能拍照 不能录像 所以接下来就展示一些照片 这个地方之前被用作交易黑人奴隶 现在呢则被改造成了博物馆 用于展示当时 南方美国人的居住环境 以及黑人奴隶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OK 我们这次三天两晚的 Sawana春假旅行就结束了 总结一下嘛 感觉Sawana是一个 很有历史和艺术氛围的城市 吃的东西嘛 基本上就是美国的传统南方菜 跟圣武奥普斯丁相比呢 少了点西班牙的风味 我们自己找的几个餐厅味道都还行 呃 不过美食一日游的餐厅 就一般般吧 不过呢 能一边走一边听当地的导游 讲一讲历史啊文化啊 也不算太亏 其实这次Sawana之后呢 我们还去了Hilton High Island开会 那是一个离Sawana开车 大概一小时左右的海岛 因为这期视频时常的原因嘛 准备把在那边拍的素材放到下一期视频里 敬请期待吧